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3月18日至19日 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刚刚结束 双方也谈及了台湾问题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在首场会谈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两人的开场白严重超时 布林肯还在发言中提及台湾 对此中方指出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但是对于会谈中谈及台湾一事 民进党当局则在第一时间高潮了 急忙向美国表达诚挚感谢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近日表示 民进党当局有些人以为勾连外部势力 就可以以武谋独 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作对 完全是利令致婚 这种咸阳自重 吹哨壮胆的言行无异于引阵止渴 他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这样做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而是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朱凤莲指出 历史早已证明台独是走不通的绝路 民进党当局若胆敢铤而走险 拿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做赌注 必将遭致毁灭性失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